大家好我是Amy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一定要到老了才可以退休嗎? 這是一個投資理財與自我成長的頻道 如果你希望每週只花10分鐘 就能提升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就開始了 就是要跟大家聊聊的話題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可能很多年輕人在20或30歲的時候 並不會想到這麼遙遠 就是想著自己什麼時候要退休 但是我有點奇怪 這是因為我小時候曾經看過一個電視廣告 那時候他就是有一個老爺爺跟老奶奶 他們很開心每天都吃喝玩樂 然後就是你再過退休人生 然後爸爸媽媽很辛辛苦苦的工作 然後有一天爸爸就跟小朋友說 你以後有什麼人生志向 你以後想要做什麼呢? 他就說我想要退休 我想要跟爺爺奶奶他們一樣 然後我在大學畢業的第一份工作呢? 那時候我在剛開始學習投資理財 這時候我的主管他那時候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想學習投資理財? 你有什麼人生目標或財務目標嗎? 我說我的目標就是想要讓自己早點退休 然後他那時候可能會覺得很詭異 就是這個小朋友才22歲、21歲 然後就已經在思考著 什麼時候要讓自己退休這件事情了 我覺得現在的時代已經變得有點不同 有的時候我們已經沒辦法跟以前一樣 可能工作了三、四十年 然後等到60歲或65歲 才來做退休這個決定或退休這個生活 我覺得退休是一個人生的一種選擇 但是如果我們等到我60或65歲的時候 我們的退休很有可能是被迫退休 所以不管你現在幾歲 我想要邀請你一起跟我來思考 關於退休的事情 因為退休其實它的標準不在於年齡 不在於你的心態 對我來說真正的退休 不是代表你無所事事 或者是什麼事情都不做 每天只能混字等死 我覺得真正的退休其實是 你有自由可以選擇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當我得到了這個觀念以後 我就開始設定我每一年的目標 設定我每年的小退休人生 比如說有的人他們可能會幻想 等到他們錢賺夠了 辛辛苦苦的實際 20年之後他們要退休 然後痛快的去歐洲玩 可是去歐洲玩這件事情 一定要等到你老了退休了以後才能做嗎 因為也許那時候你走不動了 也許那時候你想要做的一些行程 你可能沒辦法實現 比如說有的人他的興趣是登山 他就不可能會等到退休的時候 才去挑戰說他人生的 世界的第一高峰喜馬拉雅山 諸如此類的 我們人生中有非常多的目標 其實它是跟你的年紀無關的 你不一定要等到老了之後才能做 甚至你老了之後你可能也沒機會做 或沒體力沒能力做了 因此我常常分享給我身邊的朋友 練習寫會寫下你自己的8K list 也可以叫他做夢想清單 練習寫下你的100個人生的小夢想 然後從這些夢想裡面去挑出你每一年想要實現的事情 比如說只是寫下我想要有一天去九州去吃真正的一蘭拉麵 那也是一個小夢想啊 或者是我可能想要去西班牙巴塞隆納看到聖家堂高地的建築 或者是我想要帶著家人去新加坡玩幾天 讓我的媽媽可以在新加坡可以痛快的旅行 然後由我買單 這些生活中的小夢想可以為你的生活累積得非常非常多的動力 而這些永遠都不是等到你錢賺夠了 或者是等到你老了退休了才可以做 因為有的時候錢可以再賺 可是有些人並不會永遠在那裡等你 也許我們錯過跟一些親人或者是朋友的相處時間 你就一輩子出不過了 在寫完你的bucket list還有你的100個夢想之後 你可能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欲望可能沒有你想像得多 根據我的經驗呢 多數人他們其實寫不到100個 但是不用害怕 你如果現在寫不完 過幾天你突然想到有什麼呢 你就會再寫上去 所以呢寫完bucket list之後 下一步是要怎麼做呢 下一步呢建議你們 在後面畫上幾個軸線 然後寫下你需要花多少的時間 還有需要花多少的金錢 才可以實現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小夢想 其實並不需要花你想像多的錢 可是它可能需要你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比如說像是我之前我的小夢想當中 可能有包含了 我希望可以去學會滑雪 那我的bucket list裡面有這個 學滑雪這個選項 但是我會學著時間的眼鏡 開始把這個小目標呢把它具象化 比如說我會把它變成 OK去日本帳王學滑雪 在去年的時候 它只是我目標清單的一個清單 可是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它變成了我的生活上的一個行程 然後可能學滑雪之後 我可能要買多少的雪具 還有多少的配備 還有我整個的旅費 Auto加起來可能六七萬 但是當這個金額被明確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目標 會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好達成 或者是我的bucket list裡面 可能我想要 人生去體驗一次高空彈跳 那你也可以把它寫下來 然後只要寫下來 每天反覆的去看過一下 你自己的bucket list 慢慢的你就會 在自己的腦袋裡面 迸發出很多新的想法 找到新的選擇 還有做出勇敢的決定 所以呢 根據我們剛才分享的 如何正確的填寫bucket list的方法以後 你現在還在想著 你想60歲或65歲才退休嗎 那麼我建議你可以去看一部電影 那部電影叫做一路玩到掛 我覺得這部電影給我最大的啟發呢 這兩位主角他們都在他們生命中的末期呢 在彼此相遇 那他們只剩下很短的壽命 那他們決定呢 去痛快地實現他們人生中所有的夢想 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會有很明確的感受 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些事情要等到這一刻才做呢 而且有一些夢想其實很簡單 有可能是跟你很重要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近視前嫌 或者是跟一個你曾經對不起過的人 說聲對不起 或者是 可能是買一輛你真正很喜歡的車子 有非常多的事情都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 需要你花非常非常多的心力跟生命去賺取 巨量的財富才能夠達成 那這是一路玩到掛這部電影給我很大的啟發 就是我們人生中其實多數的夢想 不一定只有靠金錢才能實現 要推薦大家去看的書叫做 一天工作四小時晉升新富足 新富足這個名詞是作者定義的 那他的定義是說 做了工作個三四十年才退休 這個想法已經是老派的想法了 其實在現在 更接近的有點像是半即時行樂的方式 去實現你人生中的每一個階段的夢想 比如說 他的夢想可能是要學會佛朗民歌舞蹈 那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就可以在 把生活中的固定的某一個預算 作為玩樂基金 然後支付給他自己佛朗民歌舞蹈的費用 然後去學會他 然後甚至還因此呢 學會跳舞然後去參加比賽 那在他的人生當中 就會多了很多不同的豐富的經歷 或者是像我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我去學了品酒 然後我也考了品酒二級的證照 那他可能只是我 發克里斯的清單裡面當中的一個小小的項目 但是 就因為我有寫在清單上面 我會很自然的去 在我分配我平常的金錢 或者是我的時間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 該什麼樣把它實現出來 我希望看到這個影片的你們 不用等到你們真的七老八十的時候 才想著退休 而是現在就開始想著 你真正想要過的生活是什麼 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期待自己能夠退休 那我們能不能讓自己 現在過得比退休更滿足的生活 然後我們一起成為新富足吧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的內容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拜拜